那么远规台风带来相当丰沛的雨量 也造成了秀林乡同门村荣属部落 通往同门部落的道路遭到了土石流的侵害 秀林乡长王美归 秀林乡民代表会副主席赖惠美 和秀林乡公所建设客前往现场会刊 秀林乡长王美归表示 公所将启动灾害准备金来修复道路 让村民行驶在部落里能够安全无虞 远规台风在11号晚间侵袭台湾 而在花园线秀林乡所下的雨量高达273.5毫米 而在同门村荣属部落要通往同门部落的道路 遭受到严重的土石流侵袭 侧量无法通行 秀林乡长王美归 秀林乡民代表会副主席赖惠美 和秀林乡公所建设客同门前往现场会刊 秀林乡长王美归表示 公所会立即启用开口契约 来进行载后复原的工作 这个这次圆规台风 去林乡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创伤 那不管是农作物 农民种植中心受到很大的损害之外 现在整个道路 尤其是连外道路 所有的路段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土石流的一个状况出现 所以我想公所这里也有我们的灾害准备金 预备去进行所有这次受到这个颜规台风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准备好了这些金贝 我们会尽速来修复 那如果不足的地方 那我当然希望我们委员会争取我们代表会的同意 各村的清茶作业立即启用灾后复原工作 让村民能够回到正常生活 记得终于求向我道